陳伯祥和譚詠麟雖然是當年好友 不過樣貌身形也不多次 但最近竟然有人認錯了Alec是校長 這日Alec出席活動時 聽到媒體問這件事 他都覺得不可思議 最重要不是認身形 就是認樣不妨認錯 認了身形有問題 認樣不妨認 這是開玩笑的 其實我們小時候兩個好似 我們兩個一個共通點 什麼都沒有就只是英俊 所以人們會認錯 我都不是很想的 那你說你身形不像誰 不是 我說笑 因為我高大他很多 當然不是用他和曾志偉比 我都高他半個頭 就算你的身形高大 你似乎有什麼不及他 我什麼不及他 嚴復他最近又被拍下 有童謠尼少女一齊就疑似拖手 我都有拖 我經常拖著皇秀 有了解他是不是真的有 有厭波 我沒有了解 通常他只是這件事不跟我說 其他什麼都跟我說完 其實這日阿叻 是出席匹克球巡迴賽發佈會 講到球 阿叻都很興奮 還說自己什麼球都懂 從半圓到圓的 暫時我都沒有什麼球 不會打的 我現在是轉了做職業足球員 所以就比較忙踢球 因為我13歲的願望 就希望踢足球賺錢的 幸好不成功 否則照計現在都是拿中援 因為我所有認識的足球先生 30多歲退下來都是拿中援的 那時候不成功 想不到73歲之後 頂入了一球 頂入了一球 在國內 就成為這個70億的點擊入球 然後每一個省市都請我去 我還不去得那麼多 我就開了一個六位數字 如果我出場費 有六位數字我們就去了 誰知道都有這麼多的省市請我去 我已經去了五六次了 還有十幾個在排 所以我猜都猜不到 我73歲才轉做職業足球員 我想這個是世界紀錄來的 應該是